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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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才可以蒸到一个嫩滑的水蛋 很多朋友可能煮水蛋的时候 都觉得很难才煮到想要的效果 但其实大家如果跟回比例和蒸的时间去做 基本上100%成功 大家可以试一下 准备的材料就是鸡蛋2个 接着要加水 水的比例是1比1.5 这个水是熟水 不可以用生的水 倒入水后就和鸡蛋一起搅拌 接着要加盐 4分1茶匙盐 再将鸡蛋和盐和水搅拌 全部搅拌 搅拌的时候会有很多泡 因为空气进入鸡蛋里面 会有很多泡 待会倒入碟的时候 就要用匙巾搅拌走上面的泡 蒸出来才会滑 现在倒入碟 大家看到上面的泡 就用匙巾搅拌走 记住要全部搅拌走 之后就要用保鲜纸包住 如果没有保鲜纸 用石纸或者用碟盖盖 也可以 目的是防止倒汗水滴在鸡蛋上 可以留一点焦 接着煮过滚水 用中火 蒸的时候要约10分钟 蒸的时候就不要搅拌 蒸的时候就准备其他材料 现在要准备葱 把葱切成一粒 可以切成一粒 大约2条葱 切好了 接着就准备豉油 要2汤匙生抽 接着就要加少许糖 要半茶匙的糖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水蛋都蒸完 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看到它是结实了 其实已经完成了 拿出来 接着打开保鲜纸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接着会先放些葱花 再淋在豉油上面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水蛋就完成了 其实非常之简单 最重要是照项时间 和水的份量 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食泡 我现在会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蛋是蒸得非常滑的 和弹性的 如果大家今天有时间都可以试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下小钟 可以收到我的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给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